天安 对 刚刚听高中部去在现实 我们可以感受 在教会里面一种新的力量 他们很羞涩的年龄 无法去用理性来说他们懂什么 但是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可爱的一群 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 彼此勉励 彼此扶持 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教会里面的很棒的一个感恩 我觉得感恩的记号 并不是说我们得到什么 而是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没有偏移 这就是最大感恩的记号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感谢 主耶稣 我们谢谢祢 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思想一条路 这条路我们该怎么走 才是神里所喜悦的 但我们在走的时候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的判断在神面前知道 一生都没有偏离 在神的道路里面专心侍奉 这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感恩 让我们因为没有偏离 所以说走的道路在每一点每一地里面 亲身摸着主祢在我们身上的祝福跟引导 因为原来这是一条正路 我们走在其中不偏左不偏右 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明白感受得到 祢圣灵在其中的心情 谢谢祢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在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 恐怕你在生命里面 在生命里面 恐怕如果你没有得着吃饱 吃的饱足 你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恐怕你吃的饱足的感觉就是 饱足本身是好神啊 你不是要我们很丰富吗 你不是要我们很丰富 那所以饱足应该是丰富的感觉 这样有什么不好 你知道 当我们在家里看电视 那台电视已经摆了十年 里面的节目一年比一年更好 一年比一年更丰富 你觉得是你的电视在长大吗 你的电视越来越丰富吗 不是 是因为电视台里面的节目 一直在更新 一直越来越好 你的电视还是一样的电视 电视都一样 电视没有长大 不要因为电视节目内容越来越好 就会觉得电视好像长大不少 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跟神有很好的连线 所以神是给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 但是我们越来越丰富 不表示我们这个人变成高品质的人 要知道 我们如果跟神的连线如果中断 就好像那个电视跟电视台的 那个连线一切掉 电视就显出完全空虚 完全空虚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 恐怕你吃得饱足 那我们再次恐怕你吃得饱足 我们就会想 饱足本身是好的 丰富的 神啊 你不是要希望我们能够丰富吗 你不是希望我们生命能够丰丰富富吗 怎么会是如此呢 怎么会是说恐怕 那你丰富吃得饱足 那其实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 虽然在我们生命里面 说神给我们饱足是一个神的祝福 下一章帮我按一下吧 要打击了 好 我们没关系 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 生命的智慧 以至于在丰富里面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你可能建造了好几年的丰富 你可能建造好几年的丰富 但是你一年一年的成功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破产只要一天就好了 只要一天就可以让你破产 真的恐怕你丰富的意思就是 你丰富到后来 热吉深悲 就是一天就可以完全破产 你在生命里面的态度 可以一直扮演一个 在生命前柔和谦卑的态度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一辈子都说谦卑 可能在有一天有一件事情 突然被魔鬼利用 那一天就可以人格扫地 就可以进入到骄傲里面 你知道这个 因为我们习惯性的丰富 会让我们自以为是 你知道彼得那一天 主啊不能这样子 我认为是怎样 那一天就是被魔鬼利用了 犹大那一天 一辈子一直侍奉主 好像这当门徒这样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一时被魔鬼利用 他就那边出现了我 认为应该怎样 一下子就被一次的骄傲 死全部的曾经有的侍奉 觉得完蛋 你知道吗 在生命里面 人就是这样 建设很多高机密的 或者高智慧的那种人工实验室 或者是生命的生化实验室 或者是化学实验室 那个头下几千万的那种实验室 建造好了 你经不起一个人喝醉酒 拿起球棒来 叮叮叮叮 20秒全部 好几年的建设 可以完全的失落 破坏 破坏 人的一生 神说唯恐你吃的饱足 就万计 就万计 可能一辈子丰富 就只有那一刹那 失态可能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神要给我们一个智慧 给我们智慧 什么智慧呢 这好像一条路 一条路 这一条路你不能说 我认真的一百次 我只不过一次错误而已 所以剪过来 我还有99次成功 你知道吗 有一条路 一百次的前进 会在一次的转弯 全部变成没有用 就好像是这样子 神要的是一条路 你可能在这一条路里面 走了一百天 只有最后转弯一次 你转弯一次 整条道路全部都没有用 神给我们说 你生命是道路 而道路在神的引导里面 一次也不能差错 所以警告我们 偏行几路的危机 你可能一辈子都很好 但是偏行 你一辈子都没有了 一辈子都没有 所以在我们故事里面 我常提醒 自我提醒 一生里面 越老 也要小心自己 年纪越大 也要在神面前谨慎 魔鬼无时无刻在 把我们脱离本位 年轻的时候 他用欲望来吸引我们 欲望来吸引我们 年长的 在今天年长的时候 用权力来吸引我们 只要偏 只要偏 再过一阵子 用情绪来引导我们 只要我们偏 只要我们偏离 就好了 偏离神的家就好了 偏离神的家就好了 那我们最后 我们会变成一种 最后一段最危机的就是 就是丰富 会使我们偏 丰富 会使我们偏 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可以自夸 以前我都做过什么 以前我都做过什么 以至于算了 我不要了 或者是你们年轻 你去做就好了 我们会发现 你只要偏一次 整段路就失去了祝福 所以神常常用 回转归回的吸引力 叫我们回来 也就是说 你再怎么转弯 如果不悔改 这条路就完蛋了 所以神告诉我们 归回 回家 腿转 转回 所以信息里面常常告诉我们 所以在历史上出现 被如要怎样 归回 归回 这种观念问题 所以神在我们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说 你今天要谨守遵行神的话 就能够有这样的应许 什么应许呢 圣经 刚才我读的圣经 它会让你存活 神的百姓被神带出来以后 那应许就是你会活着 活着 而且会怎样呢 人数增多 教会也是一样 哇 神如果你愿意 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人数会增加 而且这个教会会活着 会活着 能够有各种机能 还有会怎样呢 有应许 神在时代的应许里面 会借着教会里面 成就神的荣耀 但是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你越成就神的荣耀 就表示教会越来越丰富了 但是丰富危机又来了 就开始会偏行 偏行 教会容易偏行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在时代里面 我们会参考各教会 不同的 哇 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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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以后 最怕学 丰富 丰富 因为时代里面 的丰富 会给我们有一种 假象 进步 还有吸引人 教会 教会很容易学习 吸引人的感觉 神告诉我们说 不是教会吸引人 是神把得救的人 带到教会里面 那得救的人 为什么会到教会里面呢 因为教会是合乎 神荣耀的地方 所以神非常愿意 把人带到神放进的地方 但是人如果用自己的方法 在吸引人的时候 有一天会变成跟世界 是一样的 虽然有被吸引的一群人 但是跟世界 没有什么两样 神就弃绝在其中 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在 这个段了解 如果神的话 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话 也许我们就说 有啊 我都有遵行神的话 让我们来思想 生命有一首歌 在告诉我们说 你好想 40年来 40年以来 这是一条路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条路 但是你要知道 圣经不是在讨论 这一条路你做过什么丰功伟业 神在讨论说 进入那美地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直走到神的应许之地 你如果没有走到神的应许之地 你会说 我吃过麻辣 所以到新月的时候 他们说我列祖吃过天上的粮麻辣 神说我根本不是讨论麻辣的问题 我是讨论你有没有走这一条道路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错觉里面 一直没有办法了解 耶稣基督所说 我是天上来的粮 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有得过神给我多少恩典 那不是神要讨论的 神要讨论是 你有没有走在神道路上 自己那些恩典是 因着你要走道路 神就因着你要走道路 就适时地给你恩典 但是恩典不是你要追求的 所以神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无所缺 你在这条道路里面一无所缺 弟兄姐妹 这是40年来 我常说 我常说 1985我神学院毕业 今年2015 刚好30年 这30年 我的存款也没有变成很丰富 也没有变成很富有的人 但是我告诉大家 神不是要给我富有 但是神让我这一条路里面一无所缺 比富有的还要富有 就是这一辈子 这30年来 从没有 从零 从开始开做教会 今天我个人没有丰富过 没有 没有赚大钱过 但是这30年来一无所缺 而且走过道路有泉有园 有山谷流下的水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泉源之地了 所以我们常看到 这些弟兄姐妹 跟我们的互动 跟我们的感情 跟我们一起来 同奔天路 这个就是泉源 我们享受了最高品质的享受 一无所缺 神给我们的是道路 而不是给你 哪一点有什么丰富 哪一点有什么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的话 那我们就进入 神告诉我们说 原来神不是不给你丰富 是要你一直留意 在你丰富的过程里面 把你打一打 让你知道有危机意识 所以神要给你丰富的同时间 会让你有一些好像是挫折 其实是提醒 提醒 免得你各方面丰富 你就一直以为是自己 就是我自己 你就会忘记耶和华 那当你知道忘记耶和华的时候 神告诉你说 你第一要想 你本来是为奴之家 你是零分的 你本来是零分的人 如果跟神的连线一结束 你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刚才所说 你就好像是一个家里十年的电视 家里面每一个人下班回来 第一件事情就坐在你面前一直看你 你有什么好看 并不是你有好看 而是你这个电视里面的节目 一年一年都在翻新 而且里面有源源不断的丰富的节目 所以每一个人全家都在看你 这个电视 但是如果这个电视 你一直以为我自己有多好看 就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的时候 好 我不用跟电视台连线的 因为大家都要看我 自从那个连线一切断 没有人要看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要来看电视机 对不对 没有人喜欢看电视机 大家都是要看电视节目 然后你这个电视机 越来十年来里面 风一来越丰富不是你 而是节目 有一天连线一阶段 大家就把电视机拿到外面拍Tia 那我们同工都有经验 一个拍Tia电视卖多少钱 100块 有了比较久的50块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几万块的功能 变成50块拍Tia 我们就是拍Tia的知道吗 如果我们跟神连线一切断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又很定位 那我们要来思想 神说你是为奴之家 就是你是零分 你是零分 自从你跟神在一起之后 走神道路的时候 神要让你提醒你 常常有一点点挫折给你 是要提醒你 免得你离开这一条道路 免得你跟神的连线出了差错 免得你越来越丰富 就以为自己是什么 但是神说 如果你愿意在祷告里面 常常有需要的感觉 你会终究享福 各位姐妹 我们希望大家在教会里面 都能够有终究享福的感觉 还有感恩 终究享福的感觉跟感恩 会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 就好像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所罗门在故事里面 他的蜕变 一开始很明白 这个事是应该表示的事 八十八 从一开始 所罗门就活在一个很矛盾的出生当中 他是罪恶的出生 八十八跟大卫之间 本来就是在罪恶当中 后来神把他夺取 他的生命 夺取那个生命 小鹰的生命 后来在生所罗门的时候 他就是在一个矛盾的 对吗 对吗 一直到他长大的时候 又经历了亚多尼亚 为了真王位 阻挡所罗门 神为所罗门又开了新的道路 所罗门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就是在一个很矛盾的夹缝里面成长 但是他因为信靠神 所以神为他开奇妙的道路 他在道路里面又以神的事情为念 所以神就把智慧赐给他 让他在很多的判断里面显出 他跟人不一样 他是有神的智慧给他同在 因此他在神面前就跟神祷告说 我要建造圣殿 让神荣耀在我的国度里面 神就帮助他建造圣殿 推罗王给他的所有的香薄木 印来所有一切一切所需要的 国家因此就越来越丰富 然后圣经说神第二次 再次跟所罗门显现 所罗门一生的道路就是这样 越来越丰富 说你如果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那你这个殿 神要永远与这个殿同在 圣殿同在 弟兄姐妹 国家就这样互强 一直到国外的18女王 最强国的18女王 也来这边朝贡 来询问智慧 而且询问智慧的时候才发现 我不相信你那么厉害 来的时候才发现 我一直以为你有一百分 我不相信 来的时候一问才知道 你根本就是一千分 就觉得 哇 所罗门真的很得意 很得意 我起初为奴之家零分的我 从矛盾出身的开始的我 到现在大家开始看到我的丰富 哇 弟兄姐妹 道路就是这样子 除了差错 他开始管那拍他马屁的人 能够说我好的人 哇 我就很高兴能够在一起 然后宠爱这些眼目情义的这些外帮女子 然后为他们建造神庙 讨他们的欢喜 飞兵几百七百三百那么多 到后来神说我已经厌弃你 你离开我了 这条道路 你走向外邦的那种习惯的模式 神说我不要你了 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归回的机会 归回的机会所罗门 神说你出去了 我要把神给你的拿回来 他这时候被警告应该要说 我得罪了神我要回来 结果他不但不听神的话 还把要抢回去的那十个支派的那个人 我干脆把那个人杀了 再夺回我自己的 神说这时候所罗门已经变了 已经变了 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提醒我们自己 提醒我们自己 在这条道路神原本是叫我们终久享福 但是所罗门后来失落了 居然原因是他太丰富 太丰富 所以神告诉我们第二点你要留意的 恐怕你各样丰富以后 就以为这是我的力量 嘿 我曾经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愿意侍奉之后 我就学得音乐 我就学得这个 我就学得口才 我就学得这个 所以我要告诉别人秘诀就是 你要学习什么课程什么课程 你什么课程音乐就会进步 什么口才就会进步 你的电脑环境就会进步 你去学什么学什么 你就会进步 告诉大家这种秘诀 弟兄姐妹 神告诉我们说 你一直以为这些 得然是你自己的力量吗 你忘记了你跟神的连线是什么 你忘记你本来是为奴之家 你是零分 但是你在神面前的连线当中 你一直丰富 可以站立在神面前有荣耀 有丰富 有尊贵 自从你开始认为 我去学什么 所以我才会怎样 因为我有认真做什么 我才怎样 因为这个事情我去铺陈的 所以今天才怎样 开始认为是自己的时候 神说 你一直以为那力量是你自己的 你终究想乎永远的约 从今日开始失落 你知道有一个人叫罗德 罗德 罗德他跟着亚伯拉罕走 神就祝福亚伯拉罕 但是罗德是跟着亚伯拉罕 神祝福亚伯拉罕 所以就包括罗德也开始怎样 丰富了 自从罗德一直以为丰富是他自己的以后 他就跟亚伯拉罕争执 我不认为 继续走这种帐篷道路干什么 我如果丰富 金银牛羊多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之后 亚伯拉罕在那边只好说 不然你选择跟我继续 还是有走你的道路 我一眼看过去 人的文明在那里 人的文明在那里 我就往那个人的文明方向走 所多玛的故事 但那个人的文明是因为 那个地方像伊甸园一样 丰富嘛 所以他往那边走 罗德就有自己的一套观念问题 而这一套观念问题 也塑造了他的所多玛文化 就建立在他家里面 能不能生存也可以啊 不但可以生存 而且生存的蛮好的 所以他的女儿 找到在那边找到他的一半 女婿 他们也在那边定根习惯了 后来神说我要毁灭 所多玛的时候 他女儿不愿意出来了 女婿笑他 也在说些笑的 你们知道吗 罗德的所多玛文化已经让他走不回来了 走不回来了 罗德并不是他丰富 是他跟着道路走 在对的道路里面一直丰富 他把丰富 对的道路里面的丰富 拿去走个人的经营 有一天他已经习惯世界 习惯世界 还过得还不错 但是神说 圣灵在告诉他们说 有一天你自己要为自己责备自己 因为神要审判这世界 居然你在这世界里面 你没有做什么坏事 但是神审判世界的时候 你居然跟世界为伍 所以一起受审判 一起受审判 好 今天我们来讲 罗德就是这种遭遇 所多玛的故事是他的悲哀 然后我们来看扫罗呢 扫罗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君王被神荣耀 被神的荣耀加灌在他身上 他本来是非常谦卑的 拣选他的时候 他自己还不愿意相信 哪有可能 我是在遗世里面最小支派里面 最小的宗族 最小的一家 我说什么 我不可能 他是很谦卑的 而且在家里面他很努力去做工 但是他丰富之后 他开始迷恋所有的丰富 神的丰富 我羡慕 我享受在这其中 我就认为这个丰富不应该示弱 所以在亚马利人的这个真子里面 仗为己有 神说我厌弃你做这种事情 他说真的 神我再也不敢了 但是先知啊 等一下我跟你回去的时候 我愿意悔改 但是你还是在人面前 还是抬举我 神在这边说 神已经厌弃你这种态度 态度是我自己 那我们今天来思想 神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在道路里面 一直被神祝福 在人的世界里面 效法世界 被世界赢得你的心 而你的道路的每一种感觉 是被世界拥抱 那你会发现神给我们一个提醒 你看那些外办人怎么灭亡 你照样会在这个当中灭亡 虽然你是神所立的 所以我们想看 扫罗的观景非常的悲惨 扫罗们的观景也是非常的悲惨 都是因为我自己 听说姐妹还思想这个我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种观念我很难去解释 但是这是一个关键点 什么时候这个我能够拿得掉 终究想哭 就好像电视机的自己的迷失 一直以为大家喜欢看我 其实大家喜欢看你里面的节目 所以没有人想看电视机 大家都想看电视节目 也没有人想要看你 大家想要看神同在的你是什么 但是自从我们以为自己丰富的时候 从现在开始我认为我不需要这样 我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 其实这一年前我做得很好 我学过什么学过什么 自从你跟神的道路一中断之后 偏行几路低人变的样子 我们常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怎样可证 他说有啊我都有读书 但是你为什么看柯南这些东西呢 我们读书并不是读哪一种书 是安静下来思想 生命里面道路分享警惕人生哲学真言 我们会使自己长期思想 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让我们再思想 神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要夸耀你自己的话 神会把你所有夺走 直到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说 你如果忘记神 你如果在神的道路以外 那时候你所有的技巧 所有的专业 所有的能力 都是只是空虚再加上自取其辱 生命里面人家会说 哎呀 那耶路撒呢 不是神所神的殿吗 今日何尽如此变成荒场 耶路撒呢啊 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们都以为 只要在圣殿里面 就被保护了 神说我不是要圣殿 我是要有神荣耀同在的地方 我们今天也来思想 我们不是躲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不是躲在一个 近浅的保护山里面 我们要天天思想 我的道路 我的思想 是不是合乎神所喜悦 如果是的话 神在其中 会告诉我们 祂所喜悦 是什么呢 昨天在祷告会里面 讲到 这个以希杰的呼召 他讲到 这些百姓或听或不听 你都要讲 你都要讲 告诉我们这时代里面 不是恶人跟义人的问题 这时代没有分恶人跟义人 但是因为人自己会分自己 所以大家都喜欢把自己设定为义人 所以好 神就说如果这样的话 没关系 恶人也好 义人也好 先知你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不管怎样 你都要警戒他们 警戒他们 恶人来讲就是一直都不悔改的 好你先把他设定为恶人 但是我告诉你喔 你还是要警戒他们 一 他们不悔改 但是你有讲 他们的问题 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要讲 二 他们一直不悔改 你就不讲 我告诉你 那 你就要 护这个责任 你就要护这个责任 先知对时代 你要护一个责任 警告这时代 好 如果说我不是恶人 那你是义人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教会 每个人都要注意听的 因为大家喜欢设定自己是义人 好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一样的 一样的 你 他其实可以悔改 愿意悔改 但是你不告诉他 你应该要悔改 有一天神要讨你的罪 要讨你的罪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因为你警戒他 他有悔改 你救自己 也救了他 神的荣耀一直告诉我们 在这世代里面 吸引万人来跟从主的故事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常常思想 神说 唯恐你 丰富 荣耀 就以为自己是 神的勇士 不是 你是因为跟神 能以你同在 你才能够荣耀 那神同在 在神的家里面 不求你的荣耀 但求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思想 这生命的故事 直到如今还在讲 直到如今还在讲 那我们盼望在神面前来思想 其实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 对不对 请大家把你的问题 带到神的家里面来 我也是一样 把很多我自己的羞愧 痛苦 带到神的家里面 我已学习 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在神面前破碎自己 认罪悔改 学习在神面前 重新得着 学习神说 我希望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学习顺服 学习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在生命里面 以前 侍奉主的时候 我常常会做计划 下个阶段我要做什么 下个阶段要做什么 你知道最近 我一直有一种感动 我没有下一个阶段 没有下一个阶段 要六十回这样 不是说你还能活几年 到一个 人到一个地步要有智慧 不是十年十年来算 是下一个十年 你根本没有力量 你就活着 你其实没有办法做什么 但是除非你这条路走得很 跟主吸引在一起 你下一段路就能够做什么 因为神本来不是要你的力量 神要你同在 要你同在的感恩 如果你说像个阶段 我再来塑造我跟神同在 你已经没有力量了 你已经没有力量 所以我常在觉得 这个阶段的我 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一起来分享 你不用拘受 超过四十岁以上的人 都要这种想法 哎呀 牧师你不要揍我好不好 我四十岁正年轻 弟兄姐妹 智慧的人 并不是说我的最后阶段 而是最后转型 紧紧跟从主的好机会 所谓转型的意思就是 从现在开始 我要给自己安排一个 不要被世界一直拖着走的感觉 是跟神很容易连结在一起的感觉 好让你终久享福 终久享福 走在这其中 你生命会一辈子快乐 真的 而且不会空虚 我常常思想 有一天人会记得 你是神的仆人 不太会记得你是总经理 他们会记得你是被神祝福的人 也不太会记得你是总统 他会记得你灌在那边很可怜 所以很多事 人生的空虚 所有的荣华护柜 人不会记得你那些荣华护柜 但是大家会记得 你和你家是被神祝福的 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神说 你当护我的二 学我的样式 神的恶在哪里 神说做我的仆人 是指要你做什么 建造神的家 主乃活食 你也是活食 要建造神的家 而你要献上灵迹 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们也希望 当大家愿意在神面前 或者发现 弟兄姐妹 当大家开始 从世界的至尊里面 来到神的家 打扫 夜团 唱歌 敬拜 嘿 弟兄姐妹 神会让你世界荣耀 在家也荣耀 两边都荣耀 但是你世界一荣耀 也要记得你家的荣耀 一定要加倍 比世界荣耀更多 你就终究享福 终究享福 有一天神跟你世界荣耀的时候 你开始 减少神家里面的 那种欢喜跟荣耀 有一天世界就会把你一来一抓去 那时候你不能在神面前 有任何的借口说 但是我很忙碌 我问一个是 兄姐妹 我最后讲一个 昨天看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是小偷界里面的一个奇葩 小偷界里面也有奇葩 这是偷 偷者之王 他是偷遍很多很多的地方 大家都佩服他的能力真的很高 怎么偷你就是不晓得 被他爬走什么 他怎么翻墙你都不晓得 不晓得 所以他谨守着 大家都在佩服他 真的活到老 偷到老 这种精神真是让人敬佩 那后来 新闻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 就说 在你小偷的人生里面 你印象最深刻 因为你的偷 以至于让哪一个有钱人 或者哪一个企业 因着你的作为 他们倒了很多 他们失落很多 他都没有办法了解 这小偷后来回答什么 他回答一件事情 最大损失你知道是哪一家吗 他说 这一生我走过的最大损失是我自己 走了这一辈子我才知道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 我好像以为是偷了他们 偷了什么 他们偷了什么 到后来我才知道 我把我自己偷了 根本没有我自己 我活在这世界里面 没有我自己 哎呀 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 很高 很冲 很奥秘的 但是是真理 各位姐妹 我们都是小偷知道吗 我们都在偷神的时间 神要预备给你的丰富 我们都在偷这些时间 神如果说要给你 你失落了 有一天你在后悔里面 那时候你能不能问神说 神啊 我能不能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能不能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能不能在生命里面 重新站在你的荣耀里面 我知道你是最丰富的 那时候你要不要再问一次 神啊 我能不能 我很想 就是站在神的荣耀里面 我很想 到那时候你能够这样问吗 有智慧的人 当然趁现在还可以的时候 好好在神面前说 我现在就要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保守我们的心跟意念 我们希望我们调整生命里面的内涵 我们希望在生命里面 看透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 我们要单单侍奉你 我们也知道 除了你以外 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但是我们愿意在这条道路里面 学习说 今天我就要全然属于你 这世界很多的嘲笑 或者是吸引 或者是邀请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学习这一生没有被偷走神的荣耀 我们只要单单活在你的道路里面 说我是单单属于你 今天是 明天是 每一天都是 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 这一生当守的道 当跑的路 当打的美好的仗 我真的都打了 让我今天有公义的冠冕等着我 我们希望在生命里面 去拥有这样的祝福 这是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